希望唤起社会关怀 非洲的粮荒 以及当地饱受饥饿之苦的弱势民众 第24届饥饿30人道救援活动 再度的来到高雄社运主场馆举办 现场除了有万人大会师以外 还有市长陈菊也到场声援 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 让非洲因为干旱水灾因素 而导致的粮食危机 从东非的非洲之脚 一直蔓延到西非的萨赫尔 以及南部非洲的赖索托 世界展望会持续关心非洲的粮荒问题 去年底2000公吨的台湾爱心百米 已经运达当地 让赖索托6000个家庭 3万多位居民社会 今年第24届饥饿30大会师 由台湾世界展望会7-11 以及高雄市政府共同举办 规模空前人数也创纪录 来自全省的54000多名饥饿勇士 塞爆了主唱馆 热烈的气氛仿佛五月天演唱会 活动由代言人五百 挥舞的大旗揭开序幕 接着是中山女高 以及台中女众的乐仪队表演 迎接会期入场 并且宣示 在未来30个小时之内 不能进食任何固体食物 否则就要放弃领取饥饿30的证书 市长陈菊也以地主身份 到现场欢迎饥饿30 年年都在高雄举办 大家充满了人道的精神 大家愿意去抢救很多困难的国家 饥饿的国家 给他们协助 有这么多热情的年轻朋友参与 除了加油打气之外 陈菊还首度在 五万四千多名观众前面 大跳台客舞 市长显然有备而来 不但排舞的动作一致 就连Super Junior的搓手 排脚样样都来真的 市长练武功 全场观众为之疯狂 从礼拜六中午开始 五万四千名饥饿勇士 要在主场馆 挑战连续三十个小时 不吃固体食物 体验饥饿的感觉 不过当中会安排 各种游戏活动 影片播放 故事交流以及乐团演唱 让参加者不至于那么痛苦 他们要一直这样饿到 礼拜天下午三点结束 港东新闻王金石潘志光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